其实关于影视剧何时上映的消息啊 非常容易查证 因为他们都有官网 就是官方账号 不管是在微博上还是在抖音上 一般都会有蓝威的官方账号 你想知道某电视剧或者某电影 什么时候上映 你去看他的官方账号就可以了 之前很多的自媒体啊 信誓旦旦的啊 张索文的孤舟定档1月19日 喜欢张索文的 肯定都很关心 孤舟什么时候上映吧 很多人就非常的激动 孤舟终于要上映了啊 这你看19号上映了 很多人来跟我说 我跑到官网一查 没这事 然后我在直播间里面 在我的评论里面 不停的跟人家说 我说没这回事 没确定的啊 不知道 结果19号过去了吧 播了吗 没有吧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别听风就是雨 有些人就是反复的拿这个 他知道这个张索文的粉丝们 关心这个事啊 反复的说这个事啊 孤舟要来了 猎兵要来了 张索文的哪部片子即将上映 这即将是啥时候啊 马上是啥时候啊 祭天呢 是吧 1月19号啊 也是你们说的 上了吗 没上吧 还有之前传的更言之早早的 很多我看非常大的这个自媒体账号都说了 周星驰的美人鱼二定档大年初一 很多账号说啊 定档大年初一 好多在转 在发 在转 在发 很多人非常激动啊 周星驰要来了 你看我之前说了 春节党已经定档那几步啊 那都是官宣定档啊 官方的这个定档海报都出来了啊 周星驰这有吗 美人鱼二有吗 完全没有就是自媒体自己在那自嗨 一堆人跟着还真的转发点赞好啊 太好了 大年初一去看 美人鱼二 结果逼得人家制片人自己出来辟调 没这回事 根本没这回事 所以真的啊 各位 不要太激动 这些定档的消息其实很好判断啊 你就去看官网 官网没有 那就是没有 包括接下来 孤舟什么时候上映 我知道快了 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 官网没说 那就是不知道啊 然后这个大唐低功案啊 也是很期待啊 也没说哪天上映啊 咱就等着吧 美人鱼二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啊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就别老是因为这些不确定的消息而激动啊 实在不行 官网咱看一眼就知道了